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师父上次黏我 是怕连累我 就让徒弟陪在您身前计孝 求师父答应 山里日子苦 你受得了吗 我学武 什么苦我都受得了 好吧 谢师父 那你就容下吧 大师兄 小五 大遥 三师兄 二师兄 就此别过 就此别过 师父 咱们也走吧 走 你去把王家小姐请来 二少爷叫我 这么多天 这么多天 你叫我什么 害得王家小姐颠沛流离 何元甲深表惬意 我这就让真生送你回家 你我给霍家祖宗排位磕了头 你就是我丈夫 你我已拜堂成亲 我随你天涯 你到天涯 我劝你 现在就振翅高飞 另则家务吧 霍元甲 我生是你霍家的媳妇 死是你霍家的龟 阿山大人 死阿渡 我生开 我虽然不去情 我才行 我难舍彼此 真爱想你 我梦光如灯火 你一盏清晰 愿在城市间里 你 肝与我 梦成愿随随 为兴 肝与她 你 你 肝与我 我心 他没生 askill你一盏 你脱 脱我衣服 没办法 怕你着凉 我就在哪里 您何苦救我 霍元甲害死太多人了 不想再加上你一个 没想到你是个大脚 那你还撵我走吗 你是大脚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自然不会说了 媒婆收了我爹的银子 想不到我霍元甲 娶了个大脚女人 你 你说什么 老天待我不薄啊 你 没心 你 干在哪里 衣服快干了 换什么 再耽搁 咱俩该着急了 好 天气越来越冷啊 师父 我不怕了 今年秋天收成不好 打得粮食有数 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就少吃的 省得那个寡妇 成天瞎叫我 你住口 饿不死得了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不准你再对长辈 出言不逊 你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吧 四师兄 要不我就叫她吃 不用 让师父少操点钱吧 来呀 再来呀 一起欺负师弟呀 长本事了 记得就不用吃了 师娘喊吃饭了 大友 小五 快来 去练倒立 来 东方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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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呀你 这要是你爹活着呀 看你瘦成这样 得多心疼啊 行了 练得差不多了 都起来吧 他说不是乏 说你们两个 缺练倒立这门功夫 师娘 那师娘求你件事 我这儿有一些首饰 师娘 有事您吩咐 请你进烫城 阿发 你跟着二师兄弟 找一家当铺换银子 来 师娘 完毕归照 没当首饰 你怎么置办呢 让师娘当嫁妆 那是我们当徒弟的不许 少拼嘴 哪儿来的银子 阿发 师娘 你拿着这些首饰 您就别当回事 我不让师兄跟您说 师娘 小意思 把手拿出来 阿发 这些首饰 现在就是你的了 是洋人给挂在城楼上示众的 甭管谁抢下来的 一概不追究 那这么说 咱们能回天津老家 那感情好了 那咱们家呢 咱们家为洋衙们 哪儿 你看 还动呢 这什么破地方啊 下了三天三夜了 这好不如一养大的猪都给 去年旧汉 今年又下大雨 日子可怎么过呀 你就少说两句吧 这也不能光喝野菜粥吧 娘 你看看呀 看把这孩子喝得 脸都滤 原家已经三天连粥都没喝过了吗 你没发现 娘 我在壁谷呢 你骗娘有什么用啊 真生啊 这可是师爷 他留给娘 去把这个当了 别光买粮食 也买些肉 去吧 师父 干活 我呢 那是要叫我们练功 师父 您不会是和草秀廷说过 有你们清宫叫草上飞 哪有什么草上飞呀 那是说书先生行的 好了 把东西都放下 过来 那就是 展庄 好 师娘有了身孕 也许很快就能给您生个儿子 儿子了 这套拳谷 您应该留给他 去年春节的时候 我拿着拳谷交给东方 霍家早就有了嫡传男丁 我曾经仔细想过 准备传授他武功 让霍家权后继有人 可谁承想 就算考不上 也要吐个安安稳稳 长命百思 我儿子不学这个 要学就学四十五经 岁 将来我有了儿子 他娘能同意吗 等他五岁的时候 教他武功 人人家再是想 也许五岁 我老子